大家好 8月25号录了一期视频 就是大陆反对变相强制接种疫苗游行申请书 那集当中我们提到的有一个微博一个网友 他的网名叫Tomo酱酱 酱是酱油的酱 他就曾在他自己的微博当中写了什么 就说他妈妈3月26号打了北京生物第一针的那个疫苗 3月31号子典药物性批诊 6月30号就过世了 他在微博里写 就是谢谢大家热心提供治疗方案 也感谢很多的医生 但他妈妈最后还是没有办法 没有抢救过来 就是已经走了 医生很惋惜吧 下面的网友纷纷留言 就说这个博主节哀 但是有一个网民一个脑残 他写什么千万别发外网 这种事千万别发外网 我也表示了我自己的态度 就是以后有这种事 就是一定要发外网 一定要让外界知道 那么现在呢 这个就是Tomo酱酱 他这个号呢 让人给封了 封他这个人是谁呢 是一个叫是一个微博的监督员 他叫季浩阳 这个封网号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说这个Tomo酱酱 他说什么 就是该账号博主涉嫌捏造故事 博取热度同情来进行非法诈骗 并且对国家造成不利影响 已被拘留 他只说这个 然后他又说什么 以对这个Tomo酱酱这个账号进行封号处理 目前该用户已被拘留 正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而且他还说他爆脸 他说这Tomo酱酱母亲呢 他说没有去世 说还在上班 他说他回复别的网友 有的网友就问这季浩阳 这个是真的吗 就是你 他如果说他母亲没有没有病事的话 他那是有点问题 他回其他质论的网友 他说这是警方给出的答案 并且查询到 就是说这个该博主母亲现在正在正常上班 那么这个季浩阳 他是什么 他是也是微博上 就是一个也算一个博主吧 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是什么一个微博管理员 这就是季浩阳所披露的详情 就是他跟其他的用户 还有其他的就是这个 就是询问这个Tomo酱酱 这个事件到底是真的 他母亲真死了吗 他母亲真的是因为打完疫苗以后 发生反应死了吗 而且就是说他这个账号是真的已经被封 而且用户已经被拘留了吗 他回答就是其他的这个用户提问 季浩阳回回复其他用户提问是什么 他说北京网警通过我们的配合 调去用户信息就是对其抓捕拘留 然后别的人就是问他 就说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又有人举报了 就是又有人向公安举报 或者向微博举报了 那么季浩阳回复就说什么 他说这个Tomo酱酱 他是传播了对国家不利信息 将对其进行司法拘留 目前就是正在核实 该账号所发的所有博文的内容 是不是真实 那么这个Tomo酱酱就是他这号 本身的号他就已经被封了 但是这个Tomo酱酱 人家就是这个小姑娘 她自己又起了另外一个号 就反驳就是这个季浩阳 G浩阳 就是这个微博的管理员 他告诉你 我这号 时不时就说异常 就是有些猪真是无聊 本来就不想公布死亡证明的 毕竟这是一件伤心的事 但是为了实锤给这些狗看 就是我发了 然后Tomo酱酱 他新注册的号 把他自己母亲 就是这个死亡 医学死亡证明书 还有遗体火化的证明书 就啪就贴在他这个新的号上面 就是当时质问你 你看看到没有 你这种事 你不是说我造谣吗 你说我母亲死了是造谣 你说我母亲现在还在正常上班 你说我现在已经被拘留了 我现在把实锤 我母亲的死亡证明 遗体火化证明 我贴出来 你给我一个说法 到底咱们俩到底是谁撒谎 是我的博主Tomo酱酱撒谎 还是你这微博管理员G浩然撒谎 这样好了 现在身为管理员身份的G浩然 就是赖无可赖 你敌不了烂 人家失锤了 母亲的死亡证明书也贴出来了 遗体的火化证明书也贴出来了 然后他自己还给自己开拓 他就是说什么 为避免该事情继续发酵 所有博文内容评论 以及转发明日全部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明天将领取立案回职后处理事件后续 不会就这么草草了之 这记号人他说什么 他还道歉 他说我未经核实对方身份后发布的言论 明日会到公安机关书面道歉 但是你看他自己还辩解 他说什么 法律不会让你随随便便拿个借口来污蔑国家 疫苗有没有问题 就是扪心自问 外媒传播速度 不差与国内 明日见分享 该谁负法律责任谁也跑不掉 就是这条微博一发出来 你先污蔑这个网友 就撒谎 你说他母亲 人家说他母亲已经去世了 你还说他母亲就是现在正常上班 他又说什么 然后就是拉大旗做虎皮 这个就说什么 又就是污蔑人家的偷谋将将 就是说什么来污蔑国家 而且还扯什么疫苗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扪心自问 还说什么 就你就是外媒传播速度 不差与国内 什么明天见分小孩 就威胁 让这个就是偷谋将将 让人家来负这法律责任 就是现在就是说 一下就等于是惹了众怒了 网友就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而且网友现在爆料 这个就是这微博管理员气浩然 他为什么他要举报就是这个偷谋将将 为什么 他们作为微博管理员 他们每个月举报其他的人 他们是有业务成绩 你是要达标的 他们有一个业务考核指标 这个业务考核指标所谓是什么呢 就是举报业务的考核指标 有的网友就是直面 就是这个计考人 就是微博管理员 他说你原来还是要靠这种兼职赚取生活费 8月末就是眼看完不成本月的举报 就是这个KPI 你没有完成本月举报这个业绩指标 你就拿不到几百块钱的报酬 你就开始诬陷网友诈骗 滥用举报 然后你就报警 其他有知情的网友 就是他就说 的确他说可以看出 这叫什么 他说G号人 就是微博管理员 的确他是有KPI 他的确是有 每个月 就当月他就有自己的举报 就是他的业绩目标 就是他的业绩目标 你比如说这个网友 就是他就是他写 就是本来不想唱着热度 只是想就是说些旧文 记得这个人就说这个G号一样 他在4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达标 这个达标就是说举报网友的达标 按照新规一个月不达标的话 就会清退 可看看当时他在抄话 发的贴子 以及底下的就是评论回复 当时就有种迷惑感 也是因为这个问题 咨询过相关的工作人员 相关的工作人员 实际上就是他们新浪微博 就是这种举报 就是管理人员 就是管理这些微博监督员的人 那么那些工作人员给到的回复 就是的确是什么 一个月没有达标 就会被清退 这个规定是没有改变的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他能在一直在这个群体里 待到最近 才因为就是不当言论被清退 这个季浩然 因为这件事已经被新浪微博已经清退 而且这季浩然他还自己爆出来 他说什么 他就是说他4月份的业绩没有达标 他自己在这个微博里写什么 4月份这个举报业务没有达标 真是丢人现眼 4月店里太忙了 他是把这个潮给弯了 他等于什么 这个季浩然他做微博管理员 他是一个兼职 他自己有他自己本身的就是本职的工作 他而且他兼职是新浪微博的管理员 他的主要业务就是举报网友 所以当这些所有的证据都实锤了以后 这网友都愤怒了 就开始骂他 就是什么 你们这些狗真是侮辱狗了 没人性畜生一恶 你这种没人性的东西 就是你妈没了 就我说的 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些个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网络上 这就是非常恶劣 你看新浪一个就是 新浪微博的一个监督员 他们在举报的时候 他每个月他就是有业绩 你无论就是正职也好 兼职也好 你举报没有达到业绩 你就会被清退 你说你这样的话 你说冤枉了就是多少网友 现在大家都知道 现在中国网络的审查 网络的举报就是越来越严苛 越来越严格 最近我刚才看了一条 就是我 我就跟大家也是分享一样 就是也是一家游戏公司 为了让手机游戏能够通过 就是这个审查 他竟然把剧情里边有台词 就比如说瘟疫病毒 这些词都改成什么了 大家得猜猜 如果你这瘟疫还有病毒 通过审查 这家游戏公司 你猜把这些词改成什么呢 他改成症状 结果一改成症状 他的游戏的剧情整个就是超爆笑 比如说台词原来是什么 我们小山村里面爆发了一场瘟疫 就是爆发了一场瘟疫 这个得了瘟疫的人只能静静等死 他把瘟疫改成症状以后 变成什么 我住的小山村里面爆发一场症状 得了症状的人只能静静等死 这款游戏叫超时空 就手机游戏叫什么名字 叫时空链接 他把瘟疫改成症状以后 原来那个就是比如说对白 根本就你听了之后 你根本就是基本上能当相声来听了 你比如说原来什么 那段时间就是因为得了瘟疫 浑身不舒服 牺牲自己和孩子也一定要让黄子的瘟疫好起来 他这一改之后变成了那段时间得了症状 浑身不舒服 牺牲自己和孩子一定也要让黄子的症状好起来 还有就是人心比瘟疫更可怕 他现在改成什么呢 人心比痣状更可怕 你这不哭笑不得了吗 你说这转眼一下 人心比痣状就是更可怕 所以说有的网友现在要把这隐身一步 就是全球流行瘟疫太可怕了 改成什么 全球流行症状太可怕了 对不对 还有武汉瘟疫 武汉病毒 现在改成武汉症状 还有网友调侃什么 原来中国推出这个肛门快筛 现在就是要针对症状 哎 我就跟你讲 现在中国就是这个网络审查 包括这个网络举报 就是基本上已经把所有的人性 那些善的部分 就是变的就是越来越少 新浪微博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就是不发贴了 看看就是消息 看看这网友的评论 基本上也就是如此了 大家以后如果在新浪微博上发贴的时候 大家反正也注意些 像这种举报的这些狗啊 这种微博所谓的微博管理员 兼职的微博管理员 他们这些就是主要的一个任务 他们是要举报 不举报呢 达不了标 一个月达不了标就会被清退 以后像这种举报 微博管理员举报你 同行举报你 还有说其他的网友的举报 这种就是类似于像这种没有人性的东西 会越来越多 这个事我就先说到这 事情发展到这 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这样也不奇怪 就是说 种子已经早就已经埋下了 我们现在只不过就是在开花 结果正在收割 收割成果而已 当然这个成果是一个恶果 反思一下到底是为什么 好这就到了 这就到了 看 对 对 证明 感谢观看